有問題的礦泉水要被下架而違建 則是要被拆除 地點是華光社區今天遭到拆除 現場上百名警力跟將近200位住戶跟學生爆發衝突 不過呢台北地方法院表達執行的強硬態度 外手毫不留情推倒牆面 華光社區27號下午由法院執行強制拆除 原本已經很老舊的建築 在深遠學生和居民佔據後更顯得危險 警方強制將學生們驅離 畫面十分火爆 在十點三十分開始強制執行 希望各位同學能夠自行離去 注意安全所有影響妨害公務者一律依法移送 警方出動上百名警力將不運撤離的居民 和學生一一扛了出來 現場爆發激烈衝突 正義十多年的華光社區 27號法務部首次對還有居民的建物進行強拆 不少學生和居民前一晚就來到現場首頁還搭建高台 變成法務部的強硬態度學生們以肉身阻擋怪手 為了我們的家園 我們以前有買一件三百多萬的環 但是我們現在還要搭一百多萬的環蛋 我們如果不是弱勢 那法院評定的弱勢是什麼 我在這裡聯火公公已經住了五十年了 五十年喔 我們的政府只會圖利宅團 這次拆除的兩個建物被法務部判定是違章建築 屋主也有其他房產可以居住 因此法務部拒絕採取安置措施 不過看著居住幾十年的社區 正逐漸被剷平 居民們除了憤怒更多的是對家園的不捨 Udentv李文浩由創話吳沛如台北報導